Nitiananda,大家好,我是Maniti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识破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今天早上大师的开示 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很重要的点呢 我们要带回家 第一点呢是 我们的现实到底是现实吗 我们的现实很 直接的讲它是主观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现实是 不是真实存在的 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客观存在 它只是我们的内心 也就是说呢 外在所有的一切不是真实的 我们的内心才是真实的 我们的内心呢 才是这个人生 我们内心的经历呢 才是现实 所以呢大师讲 reality,现实 其实不是客观的 它是主观的 也就是说很简单的讲 我们对人生的体验 不是发生在身外的 而是发生在内心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 反应 才是最终的结论 如果你认为 如果你的经历是积极的 那么你的人生就是积极的 不管你的外在是穷困 是富裕 按照别人的 标准去衡量 或者是有人爱你 或者没人爱你 这样等等 所有的一切呢 外在的一切都是幻象 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只有你的内心的经验 体验 你的内心的感受 才是真实存在的 大师讲呢 所有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挣扎 挫折感 困惑 愤怒 悲伤 所有的这些情绪 其实都是幻象 都是迷宫 都是玛雅 所以呢 给大家提个醒 也就是说 任何时候 你的内心不是 宁静安详极乐的 这个状态 你就知道 你心里如果在 犯嘀咕 你心里在 有很多的这个 对白 你在觉得 这个人对你不公平 或者这个人生这样 或者你在想 我的未来会怎样啊 等等 所有的 你的内心 有这些交 对话的时候 其实都是幻象的出现 也就是说 你对现实的判断 是不真实的 你没有活在 当下的现实中 你是活在 自己的模式当中 自己对人生的 错误的 这个 结论中 所以呢 我们要有一个 警醒 也就是说 任何时候 我的内心的平静 和安详 和极乐的状态 被打破呢 这个时候就知道 这是我唯一 要负责的地方 而不是身外的什么 也就是说呢 判断我们 正确或者错误的 一个标准 不是你做的事情 而是你内心 是什么感受 任何时候 你的内心 是不平静的 那这就是 错的选择 任何时候 你的内心 是平静的 是安详的 是极乐的 是强大的 那么这就是 正确的选择 也就是说呢 选择不在身外的行为 而是在一个 内心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中 你再去 身外做任何的事情呢 都没有 真正的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存在上的意义 也就是说存在上的意义呢 真正的精髓的意义 是你内心的经历 到底是怎样 简单的 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一天写日记 我们在玛雅的人生中 我们的日记记录的是 外在的行为 我从早到晚做了什么 但事实上你的日记 应该记录的是你内心 我从早到晚 经历了什么 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之后 觉得很无聊 我的人生没有意义 很抑郁 然后到了白天 又有的时刻很高兴 有的时候很悲伤 有的时候被人激怒 有的时候觉得是无聊 或者紧张等等的焦虑 你一天24小时 把你内心的感受记录下来 这个才是你的人生 而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 所以呢 大师今天开示的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人生呢 不是活在外面的 而是活在内心的 我们只能对自己内心的感受 负全责 只要是能让自己的内心 有这个超脱的境界 这个Nevikopa Samadhi 这个完全的极乐和祥和呢 这是我们才要达到的人生的境界 这样 这个是大家要带回家的一个 第一个重要的真理 在这个基础上呢 大师也讲了生死 因为我们的内心的这个 挣扎和垃圾太多了 其实呢 死不像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吉祥 是相反的 它是宇宙给我们的礼物 这个也是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在财富课程上讲的 生死相关的话题 没想到生才是一个痛的开始 原来死是一个 痛的结束和一个 和宇宙源头 和一的这样的一个 超脱的状态 死亡呢 是宇宙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因为如果我们 一直活下去 我们心中的这个困惑和挣扎 会把我们给逼疯的 也就是说呢 每一次死亡 其实是一个清零的过程 当我们无法 容忍自己的时候呢 死亡会发生 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其实这个才是宇宙给我们的 一个福报这样 所以呢 大师也在开始中讲 死神 Yamadama 他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这个要害怕的 被害怕的神 其实他是一个掌握了 死亡智慧和科学的 这样的一个 第一个人 然后呢 他被Parmashiva 作为死亡 掌控死亡的神明 其实他呢 是一个吉祥的神 他能给我们的是一个 新的开始 是一个对过去所有的 存档的这些垃圾的 清零的这样的 一个大的福报 所以呢 我们才知道 大师 才能理解大师所讲的 永生不老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 也就是说呢 aging 你的老化呢 其实是因为你内心的 这个积累的垃圾造成的 也就是说 你的内心如果是 一直是超脱的境界 Unclutching 像大师讲的这样 完全没有 负面的情绪 没有内心的对白和纠结 任何 没有这种情 没有这种情节 没有这种情绪呢 只是在一个 Parmashiva 他的 Parmashiva Shanta Swarupa 就是这个 完全 宁静 安详 沉静 充满甜美的 这个状态中存在呢 你是不会经历 衰老 也是不会经历死亡的 所以呢 也就是简单的讲呢 死亡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无法承受自己 活在人世间了 所以我们就死了 拿一个新的身体 重新开始 如果我们能够 像Parmashiva 活在地球上 能够承受自己的 能够容忍自己 那我们就不会死 其实简单就是这样 最后呢 一个 总结呢 就是 虽然我们的 内心有很多的 纠结和挣扎 有很多的 不圆满和模式 但是我们发自 本质呢 源头还是 Parmashiva 我们的那个 内心的Parmashiva Shanta Swarupa 那个 宁静安详 沉静的那个空间 像宇宙一样宽广 无限的 伟大的 充满爱的 这个空间呢 是所有人存在的 本质 所以如果你能认识到 这一点呢 反倒它成了 一个支持你 在任何时候 支持你的一个动力 即便是你有的时候 会有 情绪 或者是有 心中的纠结 困惑 不圆满出现呢 你也知道 我的内心的最深处 还是Parmashiva 如果你是在 这个基础上存在的 那么你呢 就是还是最强大 最超脱的境界 这样 所以万事万物 无非归忠到 我们内心的一个觉知 也就是说 你内心的觉知 一直存在 不要让自己 简单的讲 脑线断掉 这样 不要让自己活在 一个无觉知的境界 不论你 表达什么样的情绪 其实呢 都是Parmashiva的 最高境界的存在 所以呢 大家 下去之后 要做一个 练习 就是要找到 自己内心的觉知 要让自己活在 一个超脱的 强大的空间中 任何时候你呢 让自己 沉寂在这个空间 不管你的表象是 宁静安详 还是愤怒 其实都 无伤大雅 但是如果你真的 伤到心里去了 这个就出问题了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